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忽然觉得空虚 寂寞 觉得人 不如你们要不要让我开心一下啊 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各种被领检的经验 还有鬼故事好吗 欢迎大家用录音或写信的方式 寄到鬼岛的信箱 web 小老鼠 Ghost Island的media 大家经验分享一下 看看我们警察到底 执法的时候 有没有遵守警察职权刑事法呢 好啦 我们开始吧 欢迎来到大麻烦 不烦 我是金奇律师 我的专长是解决大家的 大麻烦 好的 我们前面两集 讲得好沉重啊 讲了买大麻 结果买一买黑有可能被抓到 不然就是领检 骑在路上骑一骑 会被警察噜了好几个小时 你是不是觉得 好想要松一下 拿起搭火机 烧香拜拜一下 不要干这种事了好吗 搭火机放下 听我讲 曾经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女子 黑社会妹妹强强说 她在台湾就是个反毒大使 她绝对不在台湾 适用任何毒品 要用就到国外用 强强的话是对的 为什么咧 我们的刑法第五条有规定说 本法烦于在中华民国领域外 犯下列各罪者 适用之 你是想说 李律师你在说啥 刚刚那句话的意思是说 这些行为 就算你不在国内 我国刑法还管得到 听我讲完 不要抵着吐槽我 但是 施用毒品和持有毒品 种子 那不在此线 意思啊 就是说 施用毒品 及持有毒品 种子 还有那个 器具的罪 在中华民国 法领域以外的地方呢 我们国家的刑法 是管不到的 你不可能拿 明朝的建展 清朝的官 你也不能拿 中华民国的法律 去处罚 在米国的米国人 除非你在国外 犯一些什么 制造毒品啊 你去国外的 大麻工厂 打工度假 有没有 制毒工厂的 那才会有问题 如果你只是 在国外抽个大麻 抽一下 点个火 烧个香拜拜 这是没有关系的 知道吗 但是呢 注意 下面是重点 你烧香拜拜 飞上天了之后 当你降落 准备要回台湾 面对现实的时候 几点事情 一定要注意 第一件事情 不要想要带 任何产品回台湾 不准带回来 OK 大麻棒棒糖 不准 大麻蛋糕 不准 你以为你把它 包得像月饼 我们的官务署 就会看不出来吗 多数的案例是怎么样 觉得手贱吗 觉得你这个 这个wax 真的是太棒了 反正wax包起来 不会有味道嘛 对不对 反正那个一点点 装在密封罐里面 应该也闻不到吧 你以为 我们机场的米格鲁 是装饰品 还是饮兵犬 他们闻得出来好吗 你看到种子 也不要想说带回来 可以种 带种子回来 是陈治走私条例的问题 同学 冷静点 你一个人 带那颗种子 是毫无用途的 好吗 那另外一个呢 你只带了一个 用过的 派或是棒回来 那你洗过了 应该没有问题吧 你的洗法 跟警察的洗法 绝对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拿有机溶剂 下去洗 然后摇一摇 重重 倒出来的那些溶剂 把大麻检视器丢进去 如果变色了 不好意思 你就是持有二级毒品 我有个当事人 也是出国 就没想到他回台湾的时候 就爆掉 就出事 他在搭Uber回家的过程中呢 被警察拦听 警察好爱拦Uber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翻了他的行李 翻到了一个 用过的派 里面呢 残留了一些灰烬 就说 啊好 抓到了持有大麻 他说 蛤 这个是 这个是派啊 而且我洗干净了 我没有持有大麻 我身上真的没有大麻 然后他咽尿 咽出来 那个数值超高 因为他狂用了 大概一个月 最后他试用部分 因为是在国外试用 不在我们的刑法 效率范围内嘛 所以不起诉 但是他持有那个 含有一点点 一点点烟灰的pipe 被检察官 以持有二级毒品 起诉 还好是持有二级毒品起诉 不是以说 他运输二级毒品起诉 你带进来 跨境运输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他可以瞬间积压你 好不好 你只是带了一个 用过的派 或是蹦回来 你就变成 跟那个带了三个砖头 你家伙一样 是运输二级毒品 你觉得合理吗 然后他这样来找我 又花了一笔律师费 关岛可以飞两趟 泰国可以飞三趟 不要干这种事好不好 不要干这种事 我们大家就是低调 我知道你 蹦花了不少钱 我知道那个派长的 真的很漂亮 你要么就把整只 放到酒精里面 好好的真的写 超级一干二净 要么你就不要带回来 就拍张照片 我们断舍离 断舍离 好不好 这个东西放在你家 能干嘛 你又不能抽啊 对不对 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他很只能当装饰品 你想干什么 所以说 不鼓励大家违法 只是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或是有一些欧洲国家 他们对于 试用大麻的容忍度比较高 在这个时候 你试用大麻 跟在台湾我们这种 容忍度这么低 而且一定违法 超级违法的地方试用 有差别就很多了 所以雷 你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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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抽大麻 我拜托你 最简单的方式 真的是出国抽 如果你出国 真的真的真的 已经用了 你就 美好的回忆留在当地 我不管你 加拿大看到的 大麻商店的产品 多精良 我不管你在LA看到 那个超赞的那个 酷子 统统给我放下来 不准带回来 不要带回来 千万不要带回来 千万不要带回来 超违法 千万不要带回来 好的 不要忘记 先订阅 给导致音的脸书下留言 对节目有任何的问题 或建议 也欢迎直接在 Apple Podcast 节目下方留言 你给的五颗小星星 是我们最大的鼓励哟 大麻烦不烦 节目频道 由李津奇律师主持 就是我啦 鬼岛之音 Kathy制作播出 Palmas 写接 Emily 监制 Blue 提供雪怪麦克风 在比特币交易所 MyCoin 录音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咯 下次见咯 拜拜 以上节目为主持人 个人经验分享 非轨道立场 亦非针对特定案件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大麻虽然有神奇疗效 过度使用 还是会让你脑袋坏掉哟 你不听我的话没有关系 诚诚的话要听 知道吗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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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